哦可能你们认为他是高海拔才有的地方知道吧高海拔啊高海拔是不是呀朋友们是不是这个是不是只有高海拔有的地方才会有啊是不是啊我的天 所以你就可能以为只有西藏才有了对啊因为他叫藏学生嘛是不是是不是只有只有就是那个呃西藏才会有的 不是啊我们这边也有为什么他叫藏学生呢因为他是那种海拔高的地方才有吗海拔高的地方才有四千 四千海拔四千米以上的海拔四千米以上的海拔才会有因为他需要有那种有鸡血长年鸡血的地方他才有 我的天啊是不是啊朋友们你们有没有见过有没有见过是不是知道是还是不是四千米以上的海拔的才有 阿曲莫说只有四千米以上的海拔才有见过见过对确实是这样子的只有长在长在高原的地方很高的地方才有是不是没吃过 你让他们讲一下阿曲莫这个东西真的太好了你们有没有有没有认识这个的啊 阿图啊哎那你说不是你这副宫啊 你这副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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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我这副宫啊 你这副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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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说什么啊 阿姨说不卖啊 他说我把他的东西卖了他他没有去找过他只去过一天然后他都没有他只去过一天他走到半路他走到半路他就说他他累了他就回来了 这是我跟我一个邻居一起去找的你跟邻居一起找的他说不卖是不是啊啊啊什么哎 他说什么他说阿姨说把钱给他把钱给他这是我自己找的我朋友们 直播间的叔叔阿姨们呃阿姨刚刚说这个是阿姨给阿琴木去找的他说卖了要把钱给阿姨 我觉得适当的给你阿姨也没关系的吧对吧反正这补贴家用嘛这个有什么关系是不是你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是怎么吃的好不好 有没有想要的想要的打个想好不好你们看一下阿琴木给大家讲一下想要的打个想好不好打个想全部闭闭想的打个想不给他不给他 我刚刚想的他在干嘛呢没事想要的打个想啊想的打个想让阿琴木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这个东西真的大家也看到了大家看到这后面的山看到没有这后面的山多高这里的这山上面还要翻过几次山这里翻上面去还有山阿琴木给我说还有啊想的打个想啊那阿琴木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给大家介绍一下阿琴木 小妈去查罢了没有哎呀这个没关系的呃都是你给阿姨阿姨这样说也能理解吧补贴一点家用嘛对不对这样子也能实实在在的帮到你你们放在那里也换不来换不来油换不来米对不对把这个把这个换成给他没关系的这个换成了钱才能就补贴好家用对不对直播间的朋友们对的打个对啊不吃了不上火我刚才有人说吃了上火吗吃了不上火哦 这个叫藏雪山不是说呃你们不要觉得说他有一个藏他就是西藏才有的因为这是海拔4000米以上的地方才有的知道吧所以叫藏雪山因为大家都知道西藏是海拔很高的地方对不对他是要常年的那种有积雪的他是和那个雪山学水长大的知道吧很稀缺起码10年以上的这种我们拿回去其实我平常我们是这样子我是给我阿爸吃的我自己我都没有吃说实话自己都没吃啊因为我阿爸他经常这个是不是很贵啊还好吧 还好还是很贵啊还是很贵啊哈我的天你这里这个山货肯定贵啊这种应该拿到外面去应该买 三四百啊应该也是三四百啊真的外面也是三四百一斤这个对不对 对我是我是给给老爸泡的酒给我们看阿伯 阿伯特特斯多谢了哈我一个朋友我泡我给阿伯泡的给你们拿过来看看我一个朋友我一个朋友在西藏那边啊 西藏那边就是上次他去旅游嘛就是我爸呃我一个朋友给我爸吗就是我叔叔辈的嘛啊叔叔辈的给我爸去西藏那边旅游他们买过来是三百块钱一斤 三百块钱我们他没有那么贵啊啊爸啊叔叔哎 这个是泡的酒是不是我给我阿伯泡的酒哇这个颜色真好 我给我阿伯泡的酒因为我阿伯他晚上睡不好觉他年纪大了嘛他晚上睡不好觉然后他经常头晕头痛了吧 到时候到时候能不能给我分一点酒我爸带回去啊哈哈可以啊因为我爸很残我爸很喜欢喝酒这种酒我觉得 呃他他也年纪大嘛也年纪大也给他带一点回去喝 这这是我自己泡的怎么吃啊我们拿回去可以煮水喝知道吧 拿出水喝喝啊啊那 那我我朋友上次去就是跟我爸一起去那边旅游的时候他们买的三百块钱一斤西藏拉扫那里三百块钱一斤 阿爸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没有没有这么贵煮水喝煲汤也可以泡酒也可以泡水喝也可以那这样子吧这样子阿伯 呃今天今天你就说这个你平时在外面卖多少钱一斤 直播间的叔叔叔叔阿姨们他们也不要让他们去踩坑不要让他们去买高价 啊我们今天就就加个运费平时的价格加个运费卖给他们真正中中的真正中中的我拿到上车去卖都是每次都是卖的您卖的吗啊您卖是一百六亿斤卖的您卖一百六亿斤啊呃那就等于是八十块钱半斤是不是啊八十块钱半斤 是不是啊是不是八十六八十半斤对啊 是不是八十半斤嘛对不对啊那就加个运费就是差不多八十 是加五六块钱的运费嘛对不对就是八十六对不对啊是不是啊呃那这样子吧要的打个要好不好呃就是平时阿群帽拿到街上去零卖 他要卖到卖到八九十对不对一百六一斤是不是啊 你卖一百六一斤一百六一斤八十那就是八十半斤对不对要的打个要啊朋友们要的打个要 啊是不是嗯那朋友们要的打个要啊今天这样子吧啊阿群哥啊因为我刚刚他们也把我们家的血厌也买了是不是啊啊这也是我自己家里面的我平时我在街上去买我也要坐在那里摆地摊的嘛对要摆很久的嘛我看看有直播间有多少呃直杀群帽直杀群帽直杀群哥的哥哥结束说要没想要的想要的扣个要字啊然后我就是 不按那个我在街上卖的啊就是批发是不是啊啊我就便宜一点卖给他们嘛哇真的可以啊这个可以啊大家离他们 叔叔姐姐们叔叔阿姨们也支持支持你你也要支持他们知道吗太好了太善良了阿群莫这个女孩非常善良真的啊这样子吧不能亏了叔叔阿姨们也不能亏了你你一单有个一两块钱挣对不对一半斤什么的一斤有个一两块钱挣你补贴家用大家可以支持对不对对不对 认可打个认可要的打个要好不好那直接说吧好不好我那我我70块钱就是80块钱半斤嘛我交上去嘛啊就你70块钱行不行啊少10块钱少10块钱啊那最后是多少钱加快递费一起多少钱快递费要多少吗快递费啊七八块嘛那就加8块的快递费嘛那就是78对不对78半斤对不对啊这你78半斤你能不能挣一块钱一斤呃 你一单这是我自己家里面的啊这其实我自己挣啊对你自己挣是吧啊啊行这是我自己家里面的啊要的打个要啊朋友们我也比较认可这个因为叔叔阿姨们支持这阿群莫阿群莫有颗善良的心他直接说不要不要80不要80多直接直接78加个快递费就行了对不对要的打个要 全部打个要全部打个支持好吧认可对吧全是认可要那就那里有多少斤这这里没有多少 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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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我手上我家里面只有我手上这一点 只有我手上这一点我刚刚有多少人想要的哈你们拿回去煮水喝知道吧 可以煮水喝 也可以拿来 那就这样子吧直接来全品扣一包79好不好全品扣一包几十七十九就这样子把你多挣一块钱好吧 是不是补贴家用好吧大家都不过分对不对我我这个人我是很喜欢换位思考的全品扣一包支持79 对不对好不好 好那那那谢谢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哈 来这里有多少斤 这里来这多但是你要给我留留留个留个半斤我要带回去给我给我爸爸待会我照样给你七十九块钱好好吧我半斤不不不不用给这是我给收拾的不用给 对不对给收拾的不用给钱不然就不好意思呀我就要这几个给我爸爸带回去我爸爸他也比较那个是不是来全品七十九扣起来全品全品扣扣一二全品扣扣七十九 张雪山张雪山西藏那边卖到三百块钱一斤三百块钱一斤的对不对张雪山就是西藏那边卖到了三百块钱一斤然后今天七十九给大家半斤只有这一点这个是留给我爸爸的我们可以拿来煲汤的啊来只有这一点啊只有可能这点七八斤啊七八斤大家拼手术去抢我数五个数来准备五四三二一好自己拼手术拼网术去抢啊 新德国阿强的新德国阿强摸的自己拼手术自己拼网术去抢数量不多只有这么一点好不好 哈哈哈哈哈哈来你你给大家讲一下哈哈哈哈哈来哥姐就是帅们已经给你们上车了是不是啊给你们上车了没有哥姐姐们 阿强哥还是给你们上了78他说你们他虽然叫你们扣了79但是他说你们这么支持我们 那那一块钱他也不挣的了对不对他说他说他本来是想让我多挣一块钱但他看到你们这么给念他就说算了那一块钱也不挣了好不好他说我说可以的这个拿回去你们拿回去 泡水喝知道吧泡水喝是可以的我们泡水的话那要泡20分钟左右知道吧才能喝泡20分钟左右他就把他的里面的那些所有的都给他泡好了吗 我们也可以拿来泡酒知道吧可以拿来泡酒也可以拿来煲汤真的真的非常的好这是我们在这儿八斤的他叫藏学生但不是说西藏才有的哈你看一下哇 这个就是泡出来的对这是我给我阿爸泡酒喝的大家喜欢晚上来两口的啊晚上来两口的有那个习惯的都可以的买回去这样子泡啊啊半斤大概泡个五六斤白酒啊是不是啊对泡个五六斤白酒然后52度的啊 对相信阿举莫相信阿强的自驱拍啊自驱拍真的这个特别的棒特别的好真的我帮你们藏过了 真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真的家里面有老人的因为我为什么我是平时我是不吃的我舍不得吃啊我阿爸的话年纪大了我阿爸76岁了嘛他就习惯性的老是 他这样子他晚上他也不睡觉然后他又不吃饭 叔叔啊直播间的朋友们叔叔阿姨们啊你们自己去拍因为这个东西 啊因为我那个就是给我啊爸爸一起去西藏旅游的那个那个叔叔那个朋友他他说这个吃了真的可以吃哈甜甜菊可以吃哈对对哦我们又想到说我泡好了给阿强哥带回去啊我还说让阿强哥自己家了我泡好给你带回去 你说说为什么我怎么这些都想不到呀这是正正这是正正中中的啊正正中中的雪山 正正正中中的雪山真的海拔4000米以上4000米以上的才有啊对可以吃的可以吃的一次泡一根吗一次不需要泡一根一次不是15克左右就可以了一次泡15克左右就可以了 你们相信阿强的相信阿强的真的这是原生态的真正中中的你们大家去拍就对了去拍就对了现在还有鸡蛋还有三单了还有三单了 这我平时我们自己是拿来煲汤的我不知道你们外面你们有没有吃过这个东西你们喜欢怎么吃可以拿来煲汤吃因为本来比如比如说那个鸡汤对不对 那鸡汤这个拿来加鸡汤一起煲汤也可以也可以煮水煎水喝知道不直接用那个呃开水泡泡个20分钟放置在那里就可以喝知道不哈就是 哎呀我怎么跟你们说嘛我是给我爸爸吃的因为我跟你们说了我爸爸他晚上睡不好觉他年纪大了而且他就是心里面想的比较多知道吧 所以的话呢我给我阿宝是拿来泡酒给他喝为什么呢因为他晚上要喝一口才能睡睡觉知道不然后呢他又年纪大了的原因还是怎么原因啊他不吃饭他不是他说他每次的时候我说阿宝吃饭了饭做好了他说他不想吃饭甚至有时候他我一直逼他吃饭他就说因为他实在是不想吃饭嘛 对不对不想吃饭的人他是真的没有办法的然后他就是他吃过了他就骗我嘛然后我就是拿来给他吃